为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和减少烟草的危害 泰国医学联盟最近隆重举办了 2014静烟泰国明星评选的颁奖典礼 得奖的泰国明星以及娱乐圈的工作者都纷纷出席 并且上台领奖 众所周知影视明星们是公共静烟的推动者 因此为了表彰泰国明星为推动公共静烟所做的努力 泰国医学联盟再次设2014年静烟泰国明星评选奖 众多值得学习的泰国明星们应邀出席了活动 泰国顶级花旦努恩·沃拉努获得了静烟女主角榜样奖 对此她表示很高兴 并强调这份推动戒烟的工作需要很多人的力量才能完成 泰国格莱美唱片公司属下的很多艺人 如微笑王子艾斯萨兰宇帅气男歌手瑞吉苏帕瑞 DG努力以及DG普货都纷纷拿到了奖项 他们表示很荣幸拿到奖 并保证会继续努力做好静烟宣传工作 我们是个问题的各种方式养所得担心 我们要做一个方式养联业的方式养联业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方式养联业的方式养联业 或者是有机会的东西养联业 或者是有机会的东西养联业 这会是一个方式养联业能做出了很多人的联业 可以享受到更多叻联业 我们请好谢谢各位 各位各位 今天来泰国政府和泰国医学联盟在各个领域 积极推动禁烟工作 泰国的影视作品中不允许有吸烟镜头 而泰国的影视明星们也在日常工作中 向公众积极宣传禁止吸烟